海科館前來書法家寫春年 不管是畫龍圖案的春年 搭配古字 像是鑽字的魚躍龍門 用字和圖案搭配相當吸睛 還有吉祥字 學生孔夢 希望能把書讀好等吉祥畫 都很受到歡迎 馬古 鐘鼎到現在 目前到現在 其實每一種字都有它的美 那因為要讓大家看得懂 所以楷書 現在的楷書 隸書 當然有變化的一些鑽字 鑽字如果變化太多 怕大家不適得 所以還是以楷書 隸書比較普遍 但是鑽字可以做一些點綴 然後做一些變化 寫得很漂亮 以前都是去哪裡買 以前都是在菜市場買 就寫得很漂亮 所以來拿 跟老師寫一張 除了吉祥春年之外 現場開放民眾寫創意春年 像是忙碌一整年的民眾 希望新的一年都沒有事 取台語的諧音 希望明年都沒有事情 或者年輕男女 希望都漂亮 後康都來 民眾索取創意春年 讓書法家聽了玩耳一笑 一般平常的字 都以傳統方式在寫字 如果再加一點創意 把字以那個圖形的方式 呈現出來的話 有更高的意境 都沒有事 都營營啊 都快樂啊 都平安啊 為什麼就是取協用台語 翻成文字嘛 那等於是也表達出 祝他個人的心聲了 春節前夕呢 海歌丸特別請到 台灣自身文化藝術學會 過來寫書法送給大家 那這次的那個 來寫的那個 書法的老師呢 有特別針對熔年的 一些圖騰啊 來做一些喜氣的春年 希望大家可以提前 除舊不新來過個好年 新年即將到來 越來越多民眾喜歡拿 手寫創意春年 比起賣場買的春年 更有人情味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